嗨 大家好 我是至上君 很多小伙伴就是对这个衣服的皱褶表示非常的难理解 我曾经一度也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衣服皱褶理解的简单一点 就是一块普通的布 经过了一些外力的挤压 从而形成了这个衣服的皱褶 比如说我们把这两个角给它定起来 那么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皱褶形成的原因 我们有一点像我们两个人的肩膀撑起了这块布 然后这两边有点像是T恤的袖壳 所以说只要把不同布挤压的形状套用在我们的身体上 那么衣服的皱褶其实还蛮简单的 从里呢 我们就可以首先先分析一下 它皱褶产生的几个主要的地方 我说这个腋下这个部分 因为如果要是我们的人正常伸直胳膊的时候 那我们的衣服呢就是这样子的 它就不太会产生一些皱褶 但是如果人要是把胳膊避起来的时候呢 那皱褶就产生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胸部的这个尺寸 跟我们下面这整个腹部的这个尺寸呢 它的那个维度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地方下来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皱褶 比如脖子这个地方我想画一个衣领 画一个大家可能经常熟悉的一种题材吧 就这是脖子 然后这个布呢贴起来的时候呢 它是会流出这样一个空隙来的 所以大家可能画衣领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我发现很多萌新呢 要不然就是皱褶不会画 画几根非常生硬的线 要不然就是画太多的皱褶 然后导致整个画面非常的脏 非常的乱 所以这个皱褶呢就是适当就好 像脖子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些皱褶嘛 一些凸起 然后呢这个手就下来了 就像我们刚才一样 它下来的不是垂直下来 它是往旁边飘一点的 一样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呢 很多那种T恤 你发现它不是直指筒下来 它可能会有一个往外的这样一个感 那么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腋下了 就是根据这个地方来画 千万不要画太多 那么这个胸部的这里呢 它一开始这个布可能就是 我没反应过来 我就跟着下来了 等到后面这个地方反应过来了 它又往外放松了一点 所以就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因为它胸部是往外扩的一个状态 所以可能就是它会布之间的这种拉扯 这是一块布 然后这个起风了 就起风了把它吹起来了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收一个边之后呢 那你看这就是一个裙子的造型嘛 我们先把这个裙子可能起伏的部分把它画出来 裤上呢去加一些比方的波浪啊 把这些波浪呢 从这个部位连起来 外面连上的里面这个地方还是要连上 只要是有凸起的地方 就是要连上 不管是在外面还有一个里面 理解成一些很简单的步 经过一些外力 让它产生的一定的变形 一定的挤压之后 就很好 那么直上君也在之前的视频中反复和大家说啦 在看教程的同时 不断的练习和修正也是非常关键的哦 一月份时 线上数字绘画教学网站栏签笔 和我联系后呢 我就开始关注这个网站了 发现它的社区互动戏份非常不错 教程丰富 手绘版绘各类型都有 大佬云集 有上百个合作画师开设的视频教程 网站内容包含绘画素材 图文视频教程 作品欣赏 行业资讯 话题讨论 笔刷分享等 至上君的教程也已经入住了 目前蓝签笔的移动端APP也正式上线 在App Store或者是Google商店搜索蓝签笔 点击下载即可 进入App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上面一排是近日题材推荐 视频教程 大部分是注册后即可免费观看的 专业课程 是由各领域的专业讲师开办的系统性付费课程 图文教程 都是简单实用的免费图文讲解 下面一排的课表是我们选择添加的课程啦 相当于收藏和观看课程的历史记录 社区就是给大家分享作品交流画迹互动的地方啦 而且我发现蓝签笔的用户端不光只针对萌新 对于一些原画创作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复合资质水平的原创者可以在平台分享自己的教程内容 从而获得稿酬 除此外呢 平台还拓展了绘图接单的机会窗口 这对想要从事与绘图相关工作的小伙伴来说 是一个很合适的开拓工作路线的机会哦 这次的良心案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好的氛围下一起提高画迹 而且蓝签笔内的免费教程也非常多 如果想要系统学习绘画的话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画师 买它的付费课程 还有蓝签笔还给我的小粉丝们 提供了一个兑换码 所有人都可以用 用兑换码就可以在这个网址兑换任意付费教程啦 这个案例真的是够良心了 我也尽力为你们争取福利了 看到这里是不是要给我一个三连呢 那么非常感谢蓝签笔线上数字绘画教学网站 对本次视频的赞助 这上就一定好好做视频 尽可能多的输出干货和快乐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击订阅 加一键三连哦 留言你的感想和想让我制作的题材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